那你也是精心准备了一个我们在阿富汗前线的一个救援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现在就邀请安娜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她在无国界医生的救援经历 尤其是阿富汗的那一段 让我们掌声欢迎 谢谢啊 就是在场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阿富汗的救援经历 那么就像刚才我跟Villian的对话所说 就是我前前后后去了三趟阿富汗 那么每次待的时间可能不一样 然后每次待的项目呢 项目的地点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给大家注意一下简略的介绍 然后我这个我取的题目就是面上下的世界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像阿富汗巴基斯坦都是一个穆斯利国家 那么大家对穆斯利国家最深刻的印象 可能就是这个妇女人可能会遮盖 那么用一个很大的头巾把自己的岩石就裹起来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那么当地的这个社会以及当地的这个富裕的情况 我们实际上不是非常的了解 对大家来讲是非常神秘的 所以我的题目就去问这个叫面上下的世界 然后去看一下这个阿富汗在战乱之外的另一面 大概就是这个流程 首先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五国籍医生 再有一个介绍一下五国籍医生在阿富汗的工作 还有我在阿富汗的工作和生活 首先一个五国籍医生是什么 我想在场的各位朋友大概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些了解 那么五国籍医生是目前的成熟最大的一个国籍医疗人道救援组织 它创建于1971年的那么创建的原因呢 是在当时的尼日利亚内战的过程中 那么有几位加入了红十字会的法国医生 那么在战乱的过程中决定成立的 那么当他们回到了巴黎 那么在巴黎成立了五国籍医生这个组织 那么国际办公室随着30多年的发展呢 我们实际上目前就变得日益壮大 然后日益国际化 那么我们的国际办公室是在日内瓦 有五个行动中先分别是巴黎 阿姆斯特干 布鲁塞尔 日内瓦和巴塞罗那 那么我们也有很多的项目 在全球60多国家有不同的这个项目点 那么所涉及的医疗内容也不尽相同 那么再有一个呢 我们还有很多办公室 比如说在北京欧美国办公室 那么在香港也有 那么在很多大的欧美国家也是有办公室的 再有一个就是在金庄五国也都有办公室 比如在约瑞奴和这个印度的河里都是有的 那么我们就遵循了一个人道原则 我们遵循不偏不倚 忠义独立 以及当然啊 作为一个一定要组织要推荐 一定要道德 再有我们推崇这个志愿精神 那么凡是参加我们项目的 我志愿我们实际上都是一个志愿者的身份来参加的 就是我志愿加入 我志愿做了奉献 那么项目结束之后 我可能还要回到我原先的人生轨迹上去 这里面就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2002年的年度报告里面提到的一些数据 那么看上去很震撼 因为大概就列了很多数字 那么看一下我们在 国际医生在全球的工作 那么实际上是 这么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那么比如说作为上个医生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产检护理 那么是七八万人次的产检护理 那么再有一个呢 我们还做一些最基本的免疫接种 然后再有呢还提供这些免费的药物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根据数字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工作设计范围是很广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全球工作的一栏表 那么由于国际医生实际上是从非洲开始 做项目的 那么现在也是大概有60%的项目是集中在非洲 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红色的是我们有项目的国家 那么在非洲可能只有几个 是我们没有项目的 那么再有呢在亚洲的南亚地区也有很多项目 比如说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 我们都有相同的一些项目 那么在拉丁美洲也是有 大家有时候会问说为什么美国也有 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当时也在那里开箱 那么我们主要在什么地方工作呢 就下我们来说呢 首先一个在一些战乱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工作 比如说像伊拉克 巴勒斯坦战领区加沙巴基斯坦 然后还有在阿富汗 另外呢我们还会在这个有 既然灾害的地方工作 那比如说海底的地震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水灾 我们也有份参与救援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在流行病爆发的地区工作 那么就像这次从今年三月份开始 艾波拉的疫情 我们吴近医生也是一直在第一线 在西非三国进行防控的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大家 不是很熟悉 就是相比西非三国而言 那么实际上在刚果也爆发了一个 艾波拉的疫情 如果它是孤立于这个西非三国的一个爆发 那么我们也在当地派遣了救援人员 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在缺乏 把基本医疗护理的地区参与救援 比如说像南苏丹 那么这种地方它就没有一个完善的医疗体系 那么在这些国家和地区 我们也是提供基本的 给予民众基本的一个免费的医疗护理 我们不仅提供免费的医疗护理 另外一个还提供免费的药物以及医疗器具 还有就是免费的问诊 在很多的项目我们有儿科护理 比如说我们在阿富汗波斯顿省 那么我跟周围医生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就是我是产科医生嘛 他是儿科医生 再有一个就是手术 那么手术呢可能在战略地区 主要就是创伤手术外伤手术为主 那么在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平稳的地区 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产科的护理项目 那么我们另外还会做这个产科露管病的一个治疗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被忽略的疾病 那么这些我们都是会做的 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像地震灾后 这种我们会捐献一些这个帐篷 以及相应的一些救援工具 在某一些国家我们会提供这个免疫接种的项目 比如这张图片应该就是在苏玛里 也能提供这个免疫接种的服务 再有呢就是营养不良的项目我们也会有 就是他给这个五岁以下儿童进行营养缺乏的一个支持治疗 再有呢在有些地方是没有洁净的水和缺乏足够的粮食的 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也有相应的水利专家 从而给当地的民众提供这个洁净水 这个就是大概无国基生在全球工作的一个概述 那么接下来说一下无国基生在阿富汗的历史 刚才莉莉安也提到了实际上在阿富汗呢 我们已经待了很多年 从70年代苏联入侵的时候就在那里 那当时呢我们运送物资的这个方式也很有意思啊 我们用驴子从那个巴基斯坦边境 往这个阿富汗境内去运这些医疗物资 那么2004年的时候呢 由于当时的我们五名员工被在阿富汗北部的一个地区 被塔利班杀害 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宣布撤出了阿富汗 因为我们无法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 如果你现在去中国的网上搜的话 还可以搜到相关的报道 我们北京青年报报的 然后2009年的时候呢 无国基医生决定重返阿富汗 那么因为我们意识到呢 对于阿富汗这种常年战乱的国度 实际上它是非常需要有这个医疗护理的这个援助的 但是呢我们同时也要考虑到这个项目所内地的安全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综合的评估和协调分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阿富汗有四个项目点 有一个项目点是在卡布尔也就是在首都 它叫阿哈曼撒巴巴 Hospital 这是一个地区医院 位于卡布尔的郊区 那么这是我第一次去阿富汗的 对就是第二次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医院 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二级医院 然后提供急诊科的急诊的护理 然后还有内科护理以及这个分散科护理 再有一个呢是位于南部赫尔蒙德省的 这个也是一个地区性的医院 那么作为医生曾经在里面工作过 北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昆德市省 然后它是创伤医院 那么它是国际医生最好的一所创伤医院 它里面有ICU啊各项医疗收入非常完善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 那么我们开了一个副产科医院 主要负责产科护理和新养医的护理 就是霍斯特省的霍斯特医院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我第一次出项目的时候去的 然后我在那里遇到了作为医生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一个这应该是荷尔蒙德省的那个医院 大家看到就是主要是为了让大家看不看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看当地的妇女就她要出门的话 她就要穿成那个样子 那么这是背影 那么从前面看的话 它也都是一样全面覆盖的 可能只有眼睛上面会露出那个沙网状的这个一个洞洞 然后这样的话她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那么其他的地方都是完全覆盖的 然后布卡有不同的颜色 阿富汗主要是蓝色的布卡 然后这张图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诊所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在阿富汗主要的问题 第一就是它缺乏基本的一个医疗体系 也就是说它没有 它只有在很大的省会地区或者首都才有大型的医院 那么在一些偏远的地区的话 它即使有一个号称叫医院的设施 那里面呢 第一可能医生就没有很多 那么即使有了医生 那可能是没有药物的 那在阿富汗呢 它的国策是什么呢 就是免费医疗护理 就是也就是说你去政府的医院里面 理论上来讲一切都是免费的 但是由于当地的这个医疗物资的缺乏 就导致了即使你去了医院 然后你可能能见到医生 但是医生会给你开药 开了药之后医院里什么也没有 所以你还要出去找一个药房去买药 但是当地的人呢 是基本上人均收入都是低于一美金每天的 但是很穷的 你可以看出来它那个衣着都是很破旧 你基本都没有洗过 然后它即使是你给它开了药 它也没有钱去买 所以当时我们在阿富汗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显示 那么基本上在阿富汗每一个家庭 你去问它 它都会告诉你 家里至少有一个人 是因为缺少这个相用的医疗保障 而导致死亡的 所以在当地我们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 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病人不远万里 想尽办法来去医院来找你寻求帮助 因为平常的时候你是见不到的 比如说当时我去了一趟这个 也是邻居巴基斯坦的一个省 叫Jalalabad 然后这个省里面呢 是有省会城市有三所医院 一所叫regional hospital 就是地区性医院很大 那另外一所呢就是叫provincial hospital 就是省会的医院 再有一个就是district hospital 三所 那么它我去省会医院参观的时候 当地的官员就跟我讲说 我们这里就已经是非常就不堪重处 为什么呢 它Jalalabad的省旁边的两个省 它北部的两个省是没有医院的 就没有省会医院 所以如果有病 那这两个省的人就会开着车 或者是用着不同的方式 到达Jalalabad的省 然后去寻求医疗护理 也就是说这个三个省共同分享 仅有的三所医院 所以这就是阿富汗的一个医疗的现状 然后再有一个你可以看到就是 在当地它的所有的设施都非常简陋 比如说还是那句话 煤暖气 就是一炉子 然后炉子里边烧的还不是煤 比如在中国咱还能烧煤 在那边都烧木头 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即使我们有医院 有医生 有医疗物资 但是这些人有可能也来不了 为什么呢 路上很危险 第一 你要送病人 首先一个你要有钱送 第二你要找到可以付钱的司机 同意把你拉到医院去 再有一个呢 这车别在路上坏掉 再有一个就是路上别赶上 塔利班和当地证门区 那么如果要满足以上的这些条件 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经常性的情况下就是 可能需要从家到医院就要两到三天的时间 然后等到你到了医院 还得有幸能见到医生 然后有药给你吃 然后你才能活下来 所以很多人呢 他就会讲 他有些时候就没办法 他明明知道家里有病人 但他没办法出门 只有在停了火 武装冲突结束之后 他才能出门 所以这也加重了当地的一个医疗的负担 再有一个呢 这里面显示的就是一个 当地的民俗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当地他的妇女地位是非常低下的 那么妇女实际上对自己身体没有一个决定权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比如说做产科手术 做抛产 然后比如在北京的话 就直系亲属签字就行 对 孕妇本人也签字 但是在当地孕妇本人签字没用 女性亲属签字也没用 必须跌等这个男性的直系亲属来签字才可以 但是因为当地的传统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女的要生孩子 她觉得这是女人的事 所以她陪同的家属呢 都是女的 等到送到医院 所以我们说要做手术 然后现到处去找这男性家属 这男性家属可能在市场上卖东西呢 那么她可能还在要找车 首先一个你得能找着这个人 通知到她 然后再一个她找着车之后 还得来医院 来了医院你还跟她解释 为什么要做抛产 她就会说 那我们家我老婆生了母子了 都自己生了 我们这DDO就不能自己生了 她接受不了 因为她的受教程度相对来讲很低 她没有这个医疗常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当地呢 她喜欢多子女 因为阿法连年内战吧 她相对来讲 老公的损失又比较大 所以一般人呢 五个六个是不够的 一般人会给你讲说 我的愿望是我家里的孩子 能组成一个足球队 也就是十一个起 所以你要她生到五个六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哎呀够了吧 别生了 但是呢对她来讲 这个时候你跟她讲 比如说做个绝育 或者说可能要切子功 她肯定会拒绝 她说那我还要一半没生过 对吧 对吧 所以啊 这个也是我们工作当时 面临的一个困境 就是说 呃 需要很长时间的等待 然后需要很长时间的解释 然后和当地这个呃 这个家属啊 家族的一个沟通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然后在当地的医院里 你可以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求在无国基医生自己的医院里面 是不需要武器的 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什么人 不管你是一般的民众 或者说是你是政府官员 或者说你是警察 你想进我们的医院 你在门口要把你的制服脱下来 嗯 把呃 武器交出来 呃 如果不这样的话 你是进不去的 因为我们要保证在医院内的这些呃 患者和我们医护人员的安全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一切都是免费的 一切免费的意思是 呃 不仅仅医疗护理是免费的 比如做手术是免费的 药是免费的 那么我们还给这个病人 以及家属提供饭 就是吃东西也是免费的 所以我们就要求呢 任何人是不能收钱的 呃 这个呢就是我工作的 这个阿哈马特沙巴巴的Hospital 呃 这个我去 我今年 呃 我今天实际上刚刚从那里回来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是在塔布尔郊区 呃 为什么我们决定在那里看项目呢 是因为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难民区 什么意思呢 就是呃 阿哈内战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跑到了伊朗和巴基斯坦 然后在内战结束之后呢 就阿哈经济有好转 啊 他们很多人就回来了 那回来之后 他不愿意回到金老家去 因为老家实际上 就阿哈各个省可能 还是不够安定 然后他们就愿意留在卡布尔 因为中央政权在这里 美国租金也在这里 相对来讲治安是比较好的 然后逐渐的在这个社区 就就聚集了很多这样的难民 然后呃 这些难民本身它是没有工作的 就是你回来之后要现场工作 然后呢 他们呃 整个的医疗护理也是非常滞后的 因为在当时交区的时候 这个医院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小医院 医院里面有两个大夫 四个护士 然后你看那当时还叫Clinic 还是个门诊的 那么我们接手之后呢 呃 就变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一个医院 呃 现在大概的分娩量一个月是1000到1300 例左右 大家可以想象就很多很多的人 会来这里生孩子 那么周边的那些急剑人也会给我们送 我们呢 有四个副产科当地的副产科医生 然后有六个外科医生 所以来维持这个医院的运转 那么在当地呢 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 虽然说 啊 在卡布尔大家觉得是首都 那么经济状况 有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好很多 但是如果你去跟当地人去交谈的话 你会发现 呃 也确实 跟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好很多 差距很大 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当时有个病人场合出血 当时血库没有血 我们就说 卡布尔有个中央血库 我们打过电话 说有这个血型 然后让这个家属去取血 然后那个家属就去了 却两小时没回来 我们就问说 呃 问那个家属 问那个病人说 你能给你的老公打个电话吗 说问他到哪儿了 你急入血 然后那家属就说 啊 打不了 找不着人 说为什么呀 说他没带手机 然后我们就问说 那 刚才还看着你给他打电话呢 你手机呢 然后说 因为我们要去中央血库 所以我老公就把手机卖了 换成了路费 所以他就没有手机了 然后当时我们就很感慨 就说 哎呀你怎么不跟我们说 我们说的话 至起码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拍个救护车送你过去 或者说是我们给你一些钱 然后你可以有路费过去 而且不至于把手机卖掉 所以听起来还是挺惨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管这个生很多的 医院就叫baby factory 婴儿工厂 那么 在阿玛特少巴巴是这样 在 或摄影是这样 就是 每天你见到很多很多的新生儿 然后你看这个 这个接生牌嘛 标准接生牌 一般是割最多两个吧 我们这个割五个 就是 生的实在是太多了 在阿玛特少巴巴的特点是 他是一个政府医院 所以你看左边这位先生 他是政府的医院的院长 那么实际上 我们是跟政府医院一起合作的 那么我们雇一部分员工 然后我们还继续用这个 原来政府医院的员工 大家相处的还是很和谐的 然后每次就是我们这些这个 救援人员服务期满要走的时候 他这个院长都会给每个人 发一个证明 他感谢你对 上面显得就是感谢你对阿富汗 政府以及民众的一个 无私的支持 大概这意思 然后最后就组织一个party 大家吃吃喝喝 然后就走 然后我是13年的时候 也是冬天的时候在那边 过的春节 然后今年也是冬天的时候在那边 然后中间呢 从阿玛特少巴巴去过 一次霍斯特 是因为当时舔空去了 当时人手不够 然后我就过去帮忙 然后去霍斯特的路呢 是这样的 它有高速动路 它叫高速动路 但是高速动路是很危险的 就是它 我们不被允许就是做车 做汽车过去 因为路上会有抢劫 会有绑架 会有塔利班的袭击 所以一般都是我们做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一个 特别老破的苏式的那个 只是飞机过去 然后但是你可以看到 实际上阿富汗是一个特别美的国家 它的雪山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由于多年的战乱 就很多人欣赏不到它的美丽 女性出门受教育 愿意女性出来工作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当地的护士学校 只停留两年的社区护士的课程 是没有住产式课程的 所以我们去年过去的时候 这个项目刚刚重开 那么一切都是重新开始 然后你要在日常工作的同事 要给这些护士做培训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 他们到什么程度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个急诊病人 然后上来就要抢救 你点开放静脉吧 你点插脚管吧 然后这些人就看到了重病人 就吓得惊慌失措 然后就张着手在那儿 寄人在那儿 医生他要死了 医生他要死了 然后你当时特别无奈 因为你要去抢救病人 然后同时你要让这些人的情绪 能够平静下来 然后再有一个 你还要教他 从最基本的方式开始教 你要教他怎么插脚管 你要教他怎么去扎 这个境外输液的那个 那个输液器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觉得确实很崩溃 然后无论何时有急诊 他就会打电话叫你 那你随时就要带命 要过去处理 但是呢 我是觉得从另外一方面讲的话 我们会给相应的这些社区护士 一系列的培训 那么等我过了一年之后 再过去的时候 我今年过去的时候 就觉得变化是特别大的 就当那个护士就已经 他能够处理正常的分娩 没问题 然后有一些产客的合并症 他们也能独自处理 所以你能看到他们有很大的进步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也就是说我们 窝基医生总有一天从那里走 那么我们能带来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能够给当地的员工提供这些提升的机会 然后是这些人还会继续留在这里 就是给造福当地的民众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当地的护士也有很多变化 因为他出来挣钱了 那么在家里的地位也提升了 比如以前那个被老公打的 夫妻就不打家了 对 就还是挺有意思的 大家都特别喜欢去医院 然后你看到这个病人也是这样的 我这次过去就看到一个病人 追着我屁股边喊 说大夫大夫 我干嘛 他说你还记得吗 我去年的时候在这生的 对 我这次又来了 就是口碑还是很好的 但是在祸色呢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它是塔利班战区 所以时不常的有冲突 那么我们 我去年的时候接诊过一个病人 那么他是早上起来被助产师查房 说拎出来的 助产师就问说 你肚子上怎么那么大一巴呀 然后那个病人就说 是怀上一个孩子 那个是个老妈妈 那个孕九产八 然后呢 他说去年的时候 我怀孕在村里干活 然后塔利班和美军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之后 有一颗榴弹就打 打到他了 打到他之后呢 就打到了孩子 然后这个孩子 当时就子宁破裂就死掉了 然后美军就说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我们在跟塔利班冲突的过程中 已经受伤了 所以呢 就把他送到人民基地里面做了手术 就把这孩子就拿出来 然后帮他修补了子宫和这个 腹部 然后等于那个出院的时候 说那个美国基睿拍着他说 说 姑娘啊 说你还能再怀孕了 然后他就回去 就真的再怀孕了 然后我们就说 哎呀 说这个 咱差不多得了 都孕久产疤了 做个绝育吧 不要再生了 当时 这个是我们能近距离感觉到这个 冲突的一个状态 再有一个呢 就是你值班的时候也能觉出来 就是我去年在那的时候吧 他半夜里还会有病人送过来 急诊病人 就是两三点钟的时候打电话叫 今年我过去的时候见不着了 一个晚上睡得特踏实 还琢磨得没人打电话找我 早上起来 五点钟六点的时候开始来电话 就说 急诊病人到了 那都是在家里出血处的 不醒我才来的 就是他会 因为晚上道路很危险 可能就是有塔利班冲没呀 或者有一些其他的风险 那么他们就会只能等 等到天亮了 太阳出来了 才会来医院 这个这张图呢 就是我今年过去给他们做产科 急诊产科的培训的一张照片 那么我们的特色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不仅仅要在当地提供免费医疗护理 同时呢 也会给当地员工做培训 那么提升他们的医疗技术水平 然后说到这儿呢 说点儿轻松的 那么这块呢 就是我们在卡布尔的那个宿舍 然后是一个三层的小楼 有到过阿富汗的兄弟们看照片跟我讲说 哎呀你住在三星级饭店里说 那看上去很好 但实际上你的这个三层小楼上下楼梯的时候 你一跺脚 你就觉得这三层楼跟着你一起颤 碰碰碰 然后你在想实际上住一位房 但是呢 就是 呃 在阿富汗呢 我们是点对点 就是从 呃 宿舍到医院 从医院到宿舍 呃也就这样了 不会有自由活动的时间 基本上就在蹲监狱 那就在家里自得其乐 这张照片实际上就是在 嗯 圣诞节之前照的 大家在剪穿花 剪完穿花照上贴 然后我们就派了司机跑去去买 棵树 真的棵树 然后当那个圣诞树 往上挂痕 可能很好玩的东西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在过Long Week Time的时候 啊 照的照片 跑到卡布尔一个很小的那个烤串管里面 这烤串 然后他是一个一家人看的嘛 然后当我们冲进去的时候 就看里面没有女的 没有女的 只有我跟周围 周围两个人 这都是女的 然后没有人会说英文 我们到处问这烤串 多少钱一根 别给被坑了 然后他们看见我们就很高兴 就一起有个照片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 在当时就关了很长时间 一般我们就六周 然后有一个长周末 然后跑出去能 能在外面跟人聊天 然后能跑到小餐馆里边吃个饭 感觉特幸福 然后这块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当地也是特色 然后左边这张图呢 是他们的那个高压锅 就是他们用来做牛肉汤的 然后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是挂在火上烤的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 就会看到很多的小孩 他会被烧伤 就是因为他当地取暖 就是那种木头或者煤 来烧 所以小孩在旁边玩 很容易就被烫到 然后再也就是 开这个压力锅的时候 也有很多小孩被烫到 因为有的时候 家里不是大人去开 是那种半大小女孩 十几岁小女孩去开 他开不好的时候 那个蒸汽你开开的时候 就哗就喷出来了 然后就烫伤 然后你看看很多烫伤的病例 然后又被一张图 就是我们用的 比较高级的取暖炉 我们叫Bucari 实际上它是一个煤油炉 然后刚去卡布尔的时候 他也不适应了 人说北京现在是PM2.5无染 然后觉得很痛苦 在那边我的感觉就是PM10 然后每一天下来的时候 每天要做的事情 晚上睡觉之前 刷牙洗脸 那个擦鼻孔 就是鼻孔里面都是黑的 你不擦 就能看出一圈都是黑印 每天坐在那里擦 但是呢 我觉得在阿富汗的生活 就有点苦中有乐 就是比如说在霍斯克 刚开始去的时候 大家很多人不适应 非常不适应 就是因为总是有那个空中 来来去去武装直升飞机的声音 然后美军的一个闪过去了 然后过一会儿 那阿富汗自己的国民军的 哇就过去了 都压得特别低 然后他要看嘛 就是要监控 然后很多人刚开始就睡不好 因为总是能听到这种 直升飞机的嗡嗡嗡的声音 后来我们发现这个 过了两三周 然后就适应了 然后就说 哎呀有飞机 是吗 哪呢 听不见 有时候也是有爆炸 然后听见砰一声 然后地就在去看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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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看某一个地方冒起了蘑菇烟 然后就大家互相问 说哎 那这个次在哪儿炸的 最近的一次是 那个我当时四月份的时候在那边 然后炸了之后看某某某烟 然后就在我们医院旁边一百米 这家军门口炸了一个汽车炸弹 然后反应就是 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医疗人员都在屋里 该干嘛还在干嘛 他是平常 然后所有的当地人都哼哼就冲出去了 然后我就说别冲出去 就是说万一那个爆炸完了 再来紧接来一趟机箱扫射 你不知道都中弹了吗 说不行那一点去 为什么 当时是上下班时间 家里所有的亲戚 他们会亲戚来去接这些女性员工回家 那么他们就怕他们的家人被爆炸所伤害 所以所有人都冲出去去看 到底有没有事情 因为当时爆炸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手机是没有信号的 你也打通电话发不清转信 所以大家就很着急跑出去看 谢谢大家 基本的就是这样 谢谢安娜医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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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